大家好 前一小节我们给大家演示了一个签名事务的完整流程 我们从客户端发起一个签名请求 服务器端在收到这个请求以后进行签名处理 然后返回一个响应包给客户端 那么其中签名数据我们是给他填死的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真正的产生不了签名信息 那么要产生签名信息 我们还要借助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非对称加密算法 通过非对称加密算法 对发送过来的请求数据进行加密 然后把加密数据作为签名结果返回一个客户端 那么这一小节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个非对称算法的模拟器 在后面的小节中 我们会使用到这个模拟器的代码进行非对称加解密 好在演示这个模拟器之前 我们首先来 再来温习一下非对称加密算法 非对称加密算法呢 它是使用两个密钥 加密密钥和解密密钥 是使用两个密钥 比如说这张图中 我们把明文加密成密文 使用一个密钥 然后对方在解密这段数据的时候 使用另外一个密钥 那么加密这个第一个密钥呢 我们称之为公密密钥 公钥或者说加密密钥 那么解密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私钥或者说签名的密钥 在实际的生产中 这两个密钥呢 是存放到证书里边的 我们的公钥是存放到公钥证书 私钥是存放到私钥证书 或者说私钥文件里边 这两个密钥 它在算法上有一定的相关性 由公钥加密的数据 只能由私钥解开 由私钥加密的数据呢 只能由公钥解开 而且知道一个密钥 去推断另一个密钥 这是非常困难的 从数学上就保证了它 可能性不大 这个公钥和私钥呢 在实际中是由第三方机构 我们称之为CA的一个机构颁发的 所以说我们拿到对方的公钥的时候 认为这个公钥 它是有效的和合法的 这个是非对称加密 我们再看一下数字签名 这张图我们前面讲过 签名的时候 我们先对原文做一个摘要 然后用自己的私钥进行加密 那么这个就产生一个签名信息 对方在收到这段数据的时候 用我们的公钥进行解密 然后对原文进行摘要 进行比较 这样就可以确定数据是否有效性 可以确定发送者的身份 好我们来看一个 非对称加密的算法模拟器 如果我们使用真实生产中的这种证书去加密 会衍生出很多问题 比如说证书 证书需要第三方的机构来发放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认证的CA 我们还需要一个进行这些加解密操作的 密钥运算库 所以这个会衍生出很多问题 那么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就采用模拟算法的方式 我们自己写一个 非对称加密算法的模拟器 来进行加解密预算 我从网上找了一段这个实例代码 它是用来模拟非对称加密 加密和解密的 这个代码 rsa.c 这个文件 我下下来以后 我看了一下 有些地方写的不太对 我自己经过改了一段时间把它改正确了 这个它能够完成rsa算法的非对称加解密运算 那么还给它写了一个测试程序 这个测试程序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大致流程 进来以后 我们就会有几个分支 一个分支是加密的分支 在这个分支中 我们会去读一个文件 把带加密的数据从文件中读取出来 然后做一个加密运算 这个就是rsa.incrept这个函数 做加密运算 然后把加密运算的结果写到一个文件里边 看这有个写文件的函数 这个就是加密 那么解密呢 解密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读这个文件 这个就是经过加密后的密文 我们去读 读出来以后 然后调用解密函数 rsa.incrept这个函数 进行解密 解完密以后 我们又把解密的结果写到一个文件里边 并且在屏幕上把它打印出来 这个程序呢 实际上我已经改好了 我们现在编译一下 编译完以后 它会产生一个可知性文件 叫myrsa 好 我们首先来运行一下它 不在参数的情况下 它就会提示我们这个工具的用法 第一行呢 它是叫我们产生一个密钥队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就说非对称加密 它会有一个公钥 一个私钥 这个产生密钥队 这个密钥队呢 是通过两个素数 作为因子来产生的 第二个就是解密 解密的时候 它告诉我们 带来这样一个参数列表 那么第三行呢 就是加密的用法 好 首先我们来产生一个密钥队 看一下 然后来根据它的提示 -k 我们来产生一个密钥队 P和Q呢 是RSA算法中的两个素数 我们来查一下素数表 找两个素数 作为因子来产生一个密钥队 我们用这两个 选小一点的数 211和223 211 223 这样呢 它就会产生一对 密钥 好 我们看这个地方产生了两个密钥 第一个呢 是加密密钥 已经打印出来了 第二个呢 是解密密钥 好 这两个密钥队产生好以后 我们把它保存起来 待会会使用到 我先把它保存在文件里边 实际上这个地方 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 已经保存了一对 好 这个地方呢 我就不再保存它 我先退出来 那么我先做一个加密运算 根据这个参数的提示 -e加密 然后后面是跟一个名文的 跟一个名文的文件名 我把名文写在这个表里 这个文件里边 abc123 好 -e加密 那么2.txt 这个是代加密的数据 然后呢 就要输入我的 加密密钥 en e是这个值 n是这个值 好 我进行加密 那么这个地方就把每一个字符加密的结果打印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产生的加密文件 加密数据就放在这个里边 这是加密 加密完成以后呢 我们进行解密 解密解出来看它的结果是否正确 这个表示解密 解密的时候我就输入另外一堆密钥了 另一个密钥就是解密密钥 首先我输入密码的存放的文件名 然后输入解密密钥 dn那一组 这组 这个和我刚刚加密的时候使用的是 不是同一个密钥 大家可以看到啊 因为这个是非对称加密 加密的时候 我是使用的加密密钥 解密的时候呢 我是使用的解密密钥 这个就是非对称算法的特点 好 我再进行一个解密 解密的结果已经打出来看 ABC123 后面一个换行符 那说明这个模拟器呢 它的工作是正常的 好我们再来做一个 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验 给一个更大一点数据 放一个 放一个我们这个工程用的报文进去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报文 但是这个里面的话 我找一个全英文的 它有中文的话 一个字节就不好展示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程项目所用的一个真实的报文 那么我对这个报文进行一个加密和解密 看它能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 加密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改成1.txt 这个数据量就多了多 我们看一下最后产生的密码结果 这儿 那么我们再做一个解密运算 解密 密文的文件还是叫RACCIFER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解密的结果出来了 是对的 看 exe.message emessage 结尾 那么说明这个算法模拟器呢 工作是正常的 那么下一小节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算法模拟器的算法 来进行加解密操作 产生一个真实的签名数据